新北市社會住宅 青年的角度 新北市社會住宅 根本也看得到 吃不到 遠遠不足 所以我們說 新北市的社會住宅 是專門在灌水 在灌水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市長 拿來一個水平 一個社會住宅 他就是在灌水 在灌水 在灌水 市政府現在他說 他有七千多戶的社會住宅 分別有不同的幾個大的方案 我們就順著剛剛各個團體的發言角度來談說 為什麼我們覺得這個方案上 根本上其實都是灌水的 第一個當然 其實我們爭論最久的 三重綜合的一個BOT的案子 那我們一直在談的是說 因為最後BOT只有21%的住宅 是用低於市價 就是符合社會住宅精神的方式來出租 可是新北市每次都會跟我們講說 其他的部會商 因為他們的管理費 租金等等可以抵稅 所以也可以叫社會住宅 如果照這樣講法的話 好龍兵聽了 他真的會對心肝 因為照這樣講法的話 台北市的社會住宅 應該可以做到市價的五折四折 因為我覺得用這樣的方式來詭辯 一點意義都沒有 好 第二個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事情是個假的 第二個大家才談到 他們有些計畫中在做 他們說三峽國光斷要BOT 可是問題是你看到沒有 他們一樣要民進民間協助社會住宅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又要BOT了嘛 所以說整個可以蓋2000戶 照現在的BOT的模式來看 2000戶裡面最後分回來多少比例 如果20%的話 頂多是400戶可以做社會住宅 可是他們對外講法就是說 他們國光斷會有2000戶的社會住宅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又是一個灌水的嘛 是個問號 好 再來 很有趣 他們談說 四大運的選手村 未來弄完之後 會有1800戶變成社會住宅 我們要告訴各位 第一個 這個政策只是 一直都是出於內政部市長的一個口頭上的講法 從來沒有被經過最後行政院等等正式的拍板定案 所以這個事情是真的假的 根本都不知道 更有趣的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領口運四大運的住宅是誰蓋的 抱歉是好龍兵蓋的 好龍兵就算假的真的是做為1800戶 好龍兵蓋了1800戶的社會住宅 結果最後算成是朱立倫市長的政績 我覺得好龍兵聽到會對新歌 我跟各位講 這個是好龍兵是台北市政府蓋的 可是他們算成是新北市政府的政績 好 所以說我們打一個問號 再來是福州合一住宅 這很有趣的 福州合一住宅根本是個弊案吧 從業勢文被去抓去就知道了 好他們這個計畫裡面說有10%的房子可以做社會住宅 所以他們又把他算進來 第一個我要告訴各位 福州合一的社會住宅在合約上聽出寫了 這些房子10年後就可以賣掉 所以他根本是個暫時性的社會住宅 第二個是他們更還有淡數 如果這個房子租的不好 租不掉的話 建商可以提前把它賣掉 所以這個事情上根本也是個空的 所以是個騙的一個社會住宅 再來他們談新店中央新村要趨斷徵收 然後會蓋一千戶的社會住宅 首先我要告訴我 趨斷徵收最後的手段是政府拿回來那塊地 只是拿回一塊空地 可是到底我們會說這一千戶的社會住宅 是誰要蓋 還是一樣獎勵民間又去給民間BOT蓋嗎 還是這個事情都沒有 所以這個一千戶我覺得根本是個空的 更重要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最氣氛的是說 他們不要每次把我們社會住宅拿來當藉口 吃我們社會住宅的豆腐 就是說你不想做就算了 你不要說因為我要做社會住宅 我就去搞人家趨斷徵收 去徵收人家的土地 我覺得這個事情上是非常非常不妥 所以我們覺得是個假的社會住宅 另外他們最近當然有一個工業區的變更的個案 他們說是首創民間的特例 我先跟大家講 工業區變更 抱歉 工業區變更回饋 本來就寫在法令上 都是明文的 根本不是什麼特別的 好像是說過去人家工業區都沒有在變更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沒有什麼值得特別來去講的 更重要的問題我們講過 過去這麼多年尤其是新北市 財團買工業區 然後變更成住宅跟商業 這根本是大家最熟悉的 潮土地的模式 所以今天一樣 又拿我們社會住宅當幌子 是社會住宅豆腐 說要做社會住宅 所以我要讓這些工業區變更 前兩天 遠雄 趙騰雄 就公開講他們在新北市的遠雄工業城 他們要來搞這個 那名義上到時候 趙騰雄講說 我要來做社會住宅啊 所以又要把遠雄工業區變更了嗎 我覺得這個事情上是非常可惡的 我們說他是個假的社會住宅 最後 剛剛其實義豪有提到 原住民部落 包括三英西州 那這個部分上 我們也想講的是說 他目前真實上在重建模式 還有一些很關鍵的問題沒有解決 剛剛義豪特別講 最重要是 那個部落居民的 致力營造了相關的貸款融資保證等等 這個模式到現在都還沒有解決 可是還沒有解決方式上 市政府就很喜歡對外的公開 先做動工 先做檢查 所以我們覺得他是一個問題沒解決 就先動工的社會住宅 我覺得這個事情上 這個模式 這到底最後怎麼樣可以真的被蓋出來 到底現在也還沒有警覺 所以我們覺得說 他還是一個假的社會住宅 好 我們今天講到這麼多 所以我們還是重悟剛剛這個主題 就是說 朱市長的社會住宅 做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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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最多 講最多 三在社宅 三在社宅 無與人比 無與人比 三在社宅 三在社宅 無與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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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並不會以這個方式為主 所以政府新辦 民間新辦 跟中央 相關機關的國有土地合辦 合作開發 不同的新辦模式 都是在增加我市政府的社會主代存量 所以我們所積極的在思考的方向就是 我不管的來源是怎麼樣 是民間新辦 民間捐贈 政府直接興建 跟中央合作 或者跟其他縣市合作 這一些只要落在我新北市政府的土地範圍內 我們新北市政府就有那個責任 將它後續的經營管理模式 好好的來擬定之後 定出相關的程度條件 依照住宅法的規定 來協助我們新北市的相關需要社會主宅服務的朋友